1992年的夏天,在釜山的一家小旅馆里,发生了一件耸人听闻的杀妻碎事案,一个男人在房间里,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妻子,可事后男人却当场否认了杀妻的事实,甚至还说他根本不记得自己杀过人,男人声称当时他只是头脑有些迷糊,等他再次清醒过来时,妻子早已被残忍地杀害了,可是在任正无证面前,检方并不相信他的鬼话,就这样案件被草草结案,男人更是被判处了无期徒刑,最终男人不负判决, 在监狱中选择了上吊自禁,直到2019年,有几个记者在录制一档侦破案件的栏目时,这桩扑朔迷离的杀妻案,这才重新回归到了公众的事业,在相关人员的带领下,记者老王在法院的地下保管所里,找到了当年的案发录像,这段录像是男人自己偷拍的,看样子他是想偷拍下和妻子的恩爱影像,视频开始两人轻轻握握,就像是一对热恋的小情侣模样,可接下来画面一闪,满墙的闲血意味着大事不妙,杀戮发生在点光火山上, 男人就像似被什么东西附身了一样,他走进走出,看样子焦躁不已,妻子的哀求和哭声,似乎并没有唤醒他的良知,但系新的老王还是从视频里,发现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,那就是男人杀掉妻子后,走廊的镜子上突然浮现出一张诡异的黑影 难道说当年的杀妻案真的另有引擎,为了解开心中的一团,老王亲自来到了案发时的那家旅馆,但到达地点后,这里早已经勿视人非,只有一些流浪汉在这里站住,而发生凶案的房间,由于没人敢居住,更是被改成了杂物间,进屋后老王在角落里,发现了视频中的那张映出黑影的镜子,可他翻看了一下,并没有发现什么诡异的地方, 随后一头雾水的老王,找到附近的住户打探消息,果然功夫不负有新人,一个曾经住过这家旅店的客人,道出了曾经的过往,客人声称这家旅店的老板,可能命有点硬,他每换一个地方,都会离奇的有人死去,据传闻老板由于上一个住的房子又人死了,于是他这才本来此地开办了这家旅店,得知了此消息后,老王赶忙上网搜查起了老板的资料,原来旅店的老板名叫赵永泰,他的名下有一栋别墅,但诡异的是多年前别墅, 也曾发生过一桩密门惨案,一名17岁的男孩,残忍地杀害了母亲和妹妹后,在别墅里自焚而亡了,但巧合的是,自焚的男孩也姓赵,难道惨死的男孩一家和旅店老板赵永泰,有着什么血缘关系? 于是老王根据这一线索,找到了旅店的老板赵永泰询问情况,赵永泰表示自焚的男孩一家人,只是他远方的亲戚,由于男孩的父亲身患重病去世,他看男孩一家孤儿寡母很是可怜,于是在事发前,他时常会去男孩家帮忙照顾一下,男孩一家的惨死他也很是意外,由于男孩一家在乌至亲,所以男孩家的那栋别墅,便由他继承了下来, 对于这样的解释,既知老王有些将信将疑,最终他决定亲自到那栋别墅去看看,由于这栋别墅里死过人,因此并没有人敢接受,几十年过去了,别墅年久失修,几近报废,几人进屋后,不仅还能闻到尸体腐烂烧焦的味道,老王本以为在这里,不会再找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,哪知他却无意间在角落里,翻出了一张男孩一家的照片,然而令几人感到惊恐的是,旅馆里镜子中的那个鬼影, 竟然就是在这栋别墅里自焚身亡的男孩,这种超自然的现象,让众人不禁感到头皮发麻,但为了查明事情的真相,既知老王一行人并没有打算放弃,于是他们开始打问起了周边的邻居,但邻居们都说这栋别墅很是邪门,有人曾在半夜看到别墅里闹鬼,更加神人的是,到了后半夜,别墅里还时常传来女孩的哭声,听说有记者在调查男孩一家,在别墅里惨死的真相, 男孩妹妹的同学,主动联系了记者老王,他告诉老王,他和男孩的妹妹是非常要好的朋友,上学时他经常去男孩家找妹妹玩耍,可案发前几天,他在此找妹妹玩耍时,却听到妹妹的父母,在家里放声争吵, 既然男孩兄妹的父亲至今依旧还活着,那旅店的老板赵盈泰,为何要撒谎称兄妹来的父亲死掉了呢? 那么在她的背后,到底还隐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真相?